它的国家形状是这样 但是在这一块里面 刚好这一段就20公里 所以这个20公里 这个军队脚一进去一切断以后 那它的首尔就不能够兼顾 首尔不能兼顾的话 这个对于印度来说的话 它那一个东部的 那一大片的疆土 就整个都会被占有 伊朗市场很多时候 它已经挣脱了 伊核协议的一些束缚 它已经违反了伊核协议 它浓缩又的浓度 它已经超出了一些协议的规定 好了那你要重回伊核协议 你等于跟伊朗要重弹 那不是回去就回去 还要重弹呢 那重弹的本身又是一个问题了 管是马祖也好 当然马祖的原产地理论上 是在魅州马祖嘛 只是魅州马祖在我们的大甲 在我们的白刷屯 它是花光花热 但是你不能说大甲是产马祖 大甲是产玉头的 对它不是产马祖的地方嘛 即使他说了什么 strategic patients 如果我去问他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想他自己也不知道 从事国务员帮他写这个官方说法 所以我还是觉得 中美关系和台美关系 太早做评论了 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 带你走进全世界 我是陈永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 带你深入剖析打开视野 平衡点吗 Russ 我一直主张台湾朋友 不要太听这些美国专家 尤其是他们在华府 他们不是在台北 他们也不是在北京 那当然政府 像新华工发言人 要注意听他讲什么 因为他是代表官方 但是政府以外的 我觉得不要太注意 他也会太依赖他们这样子 那中间是这个 这个 陈永康洛斯基下期了 他是代表官方 但是 林肯也是刚通过 参议员提名到 所以即使他说什么 Strategic Patience 如果我去问他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想他自己也不知道 郭务员帮他写这个官方说法 所以我还是觉得 中美关系或台没关系 太早做评论 还是一年长 对拜登政府 到底有什么想法 会走哪一条 还要再观察 我真的觉得太早了 对太早 他们上任不到一个礼拜 我们还能分析 他们对中美对台的证实吗 我觉得不可能 冲突是一直有 所以这个 两方的军长会谈 已经到第九轮了 你想想看谈了一年 那尤其是最前线的 两位的高阶的军事指挥官 那直接的对话 那一直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结束 你就可以知道 彼此之间都僵在那个地方 这个是泰斯就摆得很明白 但是这个区段跟班公服不太一样 地方是在于 这个区段是战略要定 刚刚谈到的习近区 这个地方 它刚好就在布丹跟尼泊尔的中间 那一个右边是布丹 这边是尼泊尔 那尼泊尔目前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非常好 那布丹本身也很想要改善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那但是因为布丹本身的外交跟国防是被印度控制了 那印度就不希望布丹跟中国大陆变成好的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段都大概只有20公里 这20公里就可以切断印度的东部 我们叫做基谷子 也就是说印度的这个 它的国家形状是这样 但是在这一块里面 刚好这一段就20公里 所以这个20公里 这个军队脚一进去一切断以后 那它的首尔就不能够兼顾 首尔不能兼顾的话 这个对于印度来说的话 它那一个东部的那一大片的疆土 就整个都会被占有 中东的政策呢 整个权力的板块一定会变 特别我们晓得过去在川普时代呢 那么他是整个压在沙烏地阿拉伯上面 那么中东的铁三角呢 是美国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 那么拜登呢 延续以前欧巴马时候 他是2015年伊核协议是欧巴马时候签的 所以他想说 我们应该是跟伊朗进行对话 那你想要权力天平 一边是沙烏地以色列这边 一边是伊朗 那他如果跟伊朗这边要开始摆枪这边的话 以色列就跳起来 以色列跳起来呢 所以以色列他要的方法就是怎么样去调性伊朗 调性伊朗就包括几个 第一个呢 比如说以色列这一阵子我们发现 他在叙利亚内部的伊朗很多阵地 那么以色列去攻击 因为叙利亚小阿塞德他后面的支持就是一个俄罗斯 一个就是主要就是伊朗吧 那么他们都是什叶派 那他就是攻击伊朗的这个这个阵地 然后第二呢以色列也放话 如果美国对伊朗怎么样的议和协定放水的话呢 我就打伊朗 那我就打伊朗 这就是当然美国内部 当然也有很多支持沙烏地支持犹太人的或者以色列人的一个势力 他也会连结美国内部这个势力 那这样子一来以后那中东权力就开始就开始改变 而且你也晓得过去呢 美国怕怕怕怕怕怕所有的这个重心都摆在沙烏地 沙烏地就靠着谁呢 就是川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沙烏地的这个王处 MBS 穆罕默德兵萨尔曼 那这两个人就那现在库什纳走了 那么一下子这个两个年轻人去这个库什纳走了 那像MBS MBS 所以现在美国又有各种不同的势力在挖着MBS的一些黑资料 一些他的什么东西 所以在搞这个沙烏地阿拉伯 所以美国向拜登上来 他必须把整个的中东的权力赶快 或者他整个战略设计要整个换 那整个换呢 但是换的能不能如他所愿说 我从天平这边摆到这边呢 那么也许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好多的势力在那边阻挡他 而且就算是你要回到伊核协议 那看到伊核协议这段时间 伊朗市场很多时候 他已经挣脱了伊核协议的一些束缚 他有些东西已经违反了伊核协议 他提到浓缩又的这个浓度 他已经超出了一些协议的规定 好了那你要重回伊核协议 你等于跟伊朗要重谈 那不是回去就回去 他要重谈呢 那重谈的本身又是一个问题了 但是这一次就出现了大问题 因为半导体他必须在跟电脑业者 必须跟手机业者进行竞争 而在车用的晶片 占整体的半导体的市场 不过十几%不到20% 所以一直没有被认为是重要的部分 但是因为去年的疫情到了夏天左右 因为本来不开车的人 搭公共交通工具的人突然觉得 特别是在美国 中国 开车比较安全 相对上 所以整个市场大爆发吧 明年说不定还是很好 所以才意识到 怎么会车用半导体的晶片不足 而生产商最强的是台湾厂商的状况 但是台湾厂商又没有品牌 是先卖给别人 再卖给这些车用者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供需产生很大的不平衡 不过就市场上来看法 郭老师跟刘老师都强调它的政治性 但是我反而要强调它的市场性 第一个 车子卖不好 这部分自然就会降稳 另外一个 假设车用的半导体的价格上升的话 一样是市场原理 也会进行调整 台积电连电本来不愿意生产的 现在会加码去生产 可是现在逻辑没有这样再走 现在是政治力量直接进来说 叫你要改产了 所以说如果 凯因斯跟亚当史密斯再出来说明一下 上课一下的话 政治力的介入到后来 一定会重新又伤害了市场 市场一定会反扑吧 今年我们要特别留意 特别在两会期间 我相信北京方面 当然也会一中来反独 一中来防独 所以在过去这段时间 你看从去年的11月25号 到12月16号 国台办在两次的记者会 应大陆的媒体提问当中 都有谈到说 要订定法律 或者透过新的法律 要以法来反独 所以第二个部分 我们要特别留意的 大陆方面一定会 一定会透过一中 他也要促谈跟促同 第三个当然很重要的 那大陆方面当然持续应了一手 一中反独也会持续的 在外交上在国防上 用透过所谓的五倍的方式 因为他很清楚的 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 怎么可能自主性的 会想跟大陆谈统一吗 所以因此武力是作为 推动统一的 就大陆角度来看 这是最佳的后盾 也是唯一重要的砝码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他当然不可能翻起 所以今的一年 我们看到一中反独 一中促谈 这三个政策 一定都会起头拼尽的 大陆方面认为说 既然要体现 两岸一加七 既然要共援所谓的中国梦 当然希望说社会经济 民俗文化 这个部分能够多交流嘛 因为其实台湾方面 百分之将近 2400万人当中 将近八成左右 是来自于福建的 这样一个移民嘛 那台湾方面 所信仰的宗教 不管他刚刚说的 不管是马祖也好 当然马祖的原产地 理论上是在媚洲马祖嘛 只是媚洲马祖 在我们的大甲 在我们的白刷屯 它是花光花热 但是你不能说 大甲是产马祖 大甲是产女的 对它不是产马祖的地方嘛 所以从这个角度 北京要很思考说 宗教的东西 如果自己本身的宗教政策 以及包括对于 人性这个部分 它不能很大的改变 只是通过这个宗教交流 想要来争取民心效果 当然就像张靖大哥所讲的 当然是做做成绩可以理解的 在YouTube收看的朋友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小铃铛